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雷,欢迎来到新的视频 在我之前拍过的语言小课堂里面,我看到评论区说到欧洲语言的时候 我发现大部分想要学习语言的人 最大的困惑就是欧洲小语种有那么多 有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我到底学哪一门最好呢?学哪一门最容易呢? 那么今天我会结合我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 和大家一起分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 到底哪一门最好学呢?我们来开始吧 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最后的选择权利还是在你们手上哦 那么今天的分析会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语法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语音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估计率方面 好的,我们开始吧 那么我觉得我们要从语法方面开始说起 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 语法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一个部分 对吧?语法都是非常难理解 尤其是我们在学这种欧洲语言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语法特点既多有复杂 那么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说法说 这些语言可以说他们的心态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而中文它是一个心态变化不丰富的一个语言 那么说到意大利语、西班牙、法语这三种语言 它们都有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的动词时代和人称变味 是大家都觉得非常难的一个部分 还有呢,词汇都要分阳性阴性 而德语呢,它除了这个动词辨尾以外 但还有名词和西动词辨尾 它除了阳性和阴性 它多了一个性别 它多了一个中性 让我们意大利人也觉得德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 我自己都没有学过德语 就剩一个这个原因 这样来看,我觉得从这个语法方面来说 德语是其中最难的一门语言 下一个是语音方面 或者口语方面 那么语音方面也是很难的一个方面 因为每一个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嘛 我会觉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这两种语言都包括一个对说中文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发的音 也就是大舌音 我以前出过一个相关的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会觉得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对说中文的人来说 它们的语音是相当难 就是因为这个大舌音 这个就很难 而法语和德语呢 它们不一样 它们这个二字母的发音 发成小舌音 也就是 这个说法 对于说中文的人来说 这个小舌音比大舌音好学很多 我会这么觉得 而且呢 法语也存在大量的鼻音 我觉得中文里面也是有很多鼻音 对你们来说 学这个我觉得根本就不在法下 就没有什么难度 可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法语和德语 这两种语言都有大量的连音 就是两个字母放在一块 它们就变成另一个音 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跟日语比较像 它们就这个词怎么样写下来 你就怎么样读 这个感觉比较容易 说到口语方面呢 我会觉得意大利语和法语 算是比较难的两种 为什么呢 它们都是非常口语化的两种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内容 就是一些基本的知识 一些基本的说法 可是跟当地人真正说的话 其实有相当大的区别 总结来说 我觉得在语音方面 我会觉得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是最难的 而法语、德语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对你们来说 对我的观众来说 对别人那是个一定回事 好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不纪律方面 不纪律方面 其实虽然跟它语言学习本身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学的这一门语言 到底有多少人在说 到底有哪些国家在说呢 那么在我们所讲解的语言当中 在欧洲的边境之内 算No.1的是德语 一共有六个国家在说德语 是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 五个北部的小店 比利时和列治顺德 叫什么这个国家 列治顺德 No.1在我们今天讲解的语言里面 也就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拜全世界不几率最高的 人口最多的第二种语言 西班牙语一共是世界上26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真理26个国家非常非常多 我给你们读 因为我提不住 西班牙语拜全世界不离 belief 西班牙、牧树 Huh 阿根廷、唯内瑞拉啊 下一种等乎 秘鲁或个东西 巴拉圆、芝利、古巴、恶瓜多尔 苏米尼西亚、共和国… 萨尔巴多、昂都拉斯、博利滋 aquesta, 台顾打多火口、涂抹利沙鲁、 法语其实有很多国家在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排名第17 而德语排名第19 最后我们可怜的意大利语 排名第20次 不得不承认 总的来说 我会觉得 就是因为云相似的原因 所以法语是对说中文的人来说 最好学的一门欧洲语言 重要的是你们喜欢 哪一门语言 你们对哪一门语言比较感兴趣 如果你愿意学习这一门语言 那不管是哪一门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把这个语言学好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一声 我是阿雷 大家拜拜 祝你们学习快乐